E-Day函数 这E-Day函数的话 假设我们今天把它改2020 这样比较 那奥运当天的话呢 我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天 把资料带过来 OK 然后呢 奥运的后三个月 三个月 那也就是在2020的11月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加三个月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加三个月 因为它有年月日 那怎么办 你要变成 把它分开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可能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用比较传统的方法 就是用什么 用Date函数 那这个Date函数呢 主要呢 就是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 哪一个 哪一年 2020年 哪一个月 八月再加三个月 哪一天呢 也是16 所以这怎么做 第一个 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变成说 你要抓哪一年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抓这一个的年 也就是说Date函数 就是它 它是标准的日期格式 所以年月 是都要给它 那月的话呢 变成说什么 你要取得什么 month 哪一个 这个的month 然后要11月 三个月之后加3 Date的话呢 给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 它当然会是一个数字 不过有格式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就会什么 自动帮我把三个月之后 我这关键在这里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必要的 你不能说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OK 这先格式标准的日期 给它确定好 11月 那你想说 那这个地方它会不会三个月 如果说我今天是6个月好了 6个月的话呢 再加8加6 14 14你想说会不会是14月 会不会有这么笨吗 打个勾看看 你会看到它不会 它会进位 OK 那后三个月的话 很简单 复制这个公式 取消一下 把它贴上 不然你要重挡 把这边减掉3就可以了 打个勾 OK 它就是8月的前三个月就5月 那你想说老师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跟各位讲一下 就刚好e-day函数 e-day函数其实就是解决的 是太麻烦的问题 所以其实e-day函数 主要呢 你给它几个讯息 star day 哪一天开始 相差几个月 所以特别说e-day 它只能算月 不能算年 也不能算日 只有月而已 OK 因为它条件是month 比如说 它是三个月之后 你就三 如果是三个月前 就负三 OK 按确定 但是它你会发现 它回来会是个数字 OK 为什么刚刚讲 因为它带回来 它不会帮你转日期 所以你就变成说 你要自己再把它改个日期格式 那一样的方法 前三个月你就怎样 这边再把它改成负三 它一样就会出现 然后对的结果 这个是e-day函数 那e-day函数可以做什么 待会的话 你可以在众位列集体里面 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一整年年历 那我们可以先每个月的第一天 等于什么呢 直接插乱数 2月1号 跟1月1号 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嘛 所以这个 相差一个月 按确定之后 2月1号 那你可以向右拉 向右拉的话 它一直都会参照前一个前一个 有没有 所以呢 每个月的第一天 都会出现 宽度不足怎么办 选这几篮 然后在中间那一条线 快点两下 它就每一个 都帮你格式化 因为刚刚那个 紧字号是篮宽不足 最快的方法是 选完点两下就好了 这个方法就等同于什么 你在常用里面的格式 找到自动调整篮宽 是一样的 但是 大家如果 看也知道哪个 只把它简单 对不对 选这边 有没有 所以以后 这一招还蛮好用 点两下 这样OK了 因为之前我是觉得 应该大家都会 如果我讲很快 我同学说 我刚刚在点什么 再示范一次 好像蛮好用的 其实没有很复杂 就是这些动作 OK 这样的话 每个月都有第一天 所以第一个待会 重个练习 每个月第一天 再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 就是再把它底下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就怎么样 把它等于什么 上面这个 把它加一天就可以了 有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那我只是把它加一 再格式化 它会把它格式顺便带下来 打勾看一下 有没有 1月2号 没问题 所以你等一下向下 向右 上面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应该 感觉上应该会很快 向下 有没有 到31了 但是向右的话 到12月 你会发现 整个年都出来了 可是会有一些地方 不OK的 哪里呢 这边 有没有 因为只要不是31天的 这个OK 这边会多一个 这边又多一个 就是呢 它如果一个月 这个对 这个不对 只要是 它不是满 就是31天的 就多 那怎么办 我们要把它清掉 不然的话 可是要怎么样 清掉是最快的 当然你想说 选它 比利者 是不是 可不可以 我跟这样 应该也是会有人这样做 只是说 如果我不希望 这样做 因为也没几个 可是我会觉得 我希望 可不可以 一股作气 所以你要 做什么事呢 就是 向下相遇的时候 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它产生的 下一个天的时候 先判断一下 跟它上面这一天 是不是同一个月份 如果不是同一个月份的话 那就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的话 就两个双一号 就不要出 出现的东西 就是没有东西 这个地方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 一队的部分 先练习一下 然后再切到综合练习 画面先换给各位 那我们一队的话 第一个可以先把 二月一号到十二月一号 先产生 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产生 每个月的后面的日期 可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多出那个 就是不同月份的 也会产生到最下面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 它出现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不要让它出现 对吗 好